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戴口罩了 他不戴口罩在英国干什么事 他会给大家看 然后再来就是世卫组织呢 做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宣布 我们也会在另外一个节目那边讲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聚焦我们的那个沈可亭的案子 那么沈可亭他虽然呢 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是一个一个case嘛 他一个人跟那个8个人的那个case 但是呢 他所产生的这个效应呢 他所产生的这个impact呢 他所产生的影响力呢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 我们都可以叫这个东西 叫做沈可亭效应 沈可亭impact 让大马人的头脑呢 重新展出来知道吗 因为大马呢 有头脑的人呢 被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呢 那些没脑的人呢 把大马有脑的人呢 压制到很久啊 压到很久啊 有脑的人一讲话 那些没脑的人就来霸凌啊 那些没脑的人你知道干什么的咯 那些什么搞种族啊 搞政治啊 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搞那些洗脑的东西了 但是沈可亭的案子呢 让所有大马的有脑的人啊 不管什么民族 不管什么辐射 不管什么宗教呢 这回呢 都非常非常的生气 全部都 全部都站起来 全部都醒觉 全部都一起的 难得力产乐是一起的 力产乐是一致的 因为大马人民呢 是有脑的 不要像那些啊 夜店可以开啊 然后不可以跳舞啊 那种是没有脑的 大马人呢 是有脑的 大马人最近在国际很出名啊 好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沈可亭的那个case 怎么样先啊 先看新闻 沈可亭的案子呢 之前我们可以讲说 他完完全全是那个种族 种族政治啊 那些搞烂的那些人呢 在后面的轿子呢 所以才会搞出 那么 那么 哎呀 那个 我们不好讲了 那么现在呢 难得有这个死力烂 OK 这个 我们的国际斯利兰呢 现在他 前联邦法院的这个法官呢 这个很大的法官啊 他带头呢 就是他律师换了他从原本的那个律师 他换成这个斯利兰来带头 就是组建一支很大的那个律师团队 因为这件事情呢 必须 settle 很好啊 所以必须由这个我们斯利兰法官呢 就是这个 他亲自出马带领这个整个团队呢 把这件事情 settle 好好 因为呢 他会 他会丢国家的脸 你知道吗 让国家倒退20年 让国家倒退到独立钱啊 吓死了吗 这个 然后 因为这个审可丁的案子呢 他绝对让我们大马的那个司法界很难看 大马呢 你看最近啊 最近这个专业领域呢 都发生事情了 他第一个就是这个医生哦 医生那个 哎呀 那个我没有办法讲 我讲不下去啊 那个是那个霸凌 那个跳出来那个 哎呀 那个讲不下去 那个太多那颗新闻出来 很可怕很可怕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司法界呢 就就遇到这个Case 那么 案子案件呢 那六月二十八号呢 在在破坛啊 就是在做那个法令 在做那个什么 那不是六月二十八号不是审啊 是做法令呢 就在破坛罢了 所以 今天的进展呢 是他正式接受呢 这个司理兰的这个团队呢 来 啊 进行这个审可丁案子的这个上诉 那最近几样事情呢 这个大马的那个法律界呢 那最近 最近也是 也是没有这样平静啊 好像这个审可丁案子是其中一个 如果审可丁案子做不好呢 这个大马法律界呢也是不干了 因为有脑的人呢 没有办法跟没有脑的人呢 一起做事情 有脑的人呢 没有办法跟这些没有脑的人呢 同处一个国家 那个 你们没有脑是你们的事 但是呢 我们是专业人士 人家 改天人家讲说 哎 我们整个法律界没有脑 哇啦喂 这个我们还要做生意 还要吃饭啊 好像那个医学界嘛 那个医生那边 人家讲大马的医生都是没有脑的 哇啦喂 这个完蛋了 这个完蛋了 这个不可以了 不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这个审可丁的案子呢 然后审可丁案子过后 所产生的那个效应呢 那个交通部长呢 最抓款的啦 那个交通部长 我们知道吗 他把什么什么什么都禁止了 所有的卫星交通工具呢 一次过禁止到完 就是避免呢 这个审可丁2.0 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什么错啊 那个马路都给人家霸占了 马路给这些啊 文行脚车去霸占那个马路啊 人家审可丁的车 刚好经过那边啊 谁算谁去讲清楚先啊 就是刚好没有camera 有camera的话呢 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子的 案件发生了 所以这个 然后审可丁的案件之后呢 我们也看见那个警犯呢 最近在大力的 他去扫荡这些文行脚车啊 马连笔啊 马拉加啊 还有那个 现在那个电动滑板啊 最近在槟城也很厉害哦 也是光天化日之下呢 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街山呢 在那边滑来滑去哦 人家明明讲说 不可以在街山滑 他们还在那边滑哦 都怕你啊 而且这次华人还参与滑呢 我跟你讲啊 所以呢 他后面还延伸出很严重的 这个社会问题 那么这个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学家呢 这个给那个 那个社会学家去烦恼啊 为什么 这些小孩子呢 天天要去滑这个东西 很简单哦 如果你不给他玩完这个东西呢 他们就贡献啊 贡献那个 哎呦 那个我不要讲啦 大马已经拿亚洲第一了 还记得吗 大马亚洲第一 存球第四 你不给他们在外面玩这个东西呢 他们就去看那个咯 看到大马亚洲第一 天天看那个啦 所以这些都是妥妥的社会问题 当然 沈可天的案子是一个案子 是一个个案 但是后面延伸的问题呢 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呢 有待去解决啊 所以那个 最近那个交通部长不平静嘛 我来我们看一点点 那个微型交通工具到那个飞机 那个马航也出问题 那个亚航就不用讲了 啊 亚航终于终于终于搞一张大的了 他现在由那个 他部长呢 限令他24小时回答 那么亚航呢 已经在24小时里面回答 他讲发生很多事情了 那么我们就不 他讲什么 小鸟又飞进他的 engine 那个什么 又漏水了 人家又 怎么遇到什么 都不懂了 总之 他说开交接 那天呢 我们在亚航呢 总之你9点早上的飞机呢 凌晨2点才飞 哎 你们有没有试过啊 你的机票是讲9点飞的 他到凌晨2点 他才把你带走 啊 所以 啊 这个东西呢 也是 有要等待解决了 所以整个交通部呢 也很乱 昨天MRT又坏了 啊 还好新加坡的那个MRT也坏了 不然的话呢 啊 那个 所以呢 一大堆问题在那边 等着去解决 啊 然后呢 这个冯可廷的案子呢 随着这个大的 这么大的lawyer呢 那个前任法官呢 他出来 settle这个东西呢 他出来带领这个团队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啊 应该那些冤判误判的 情况不会发生啊 那么那些黑暗政治势力呢 背后你不要再搞这个东西啊 啊 你这些没有脑的人呢 不要再侮辱我们大马有脑的人啊 你不要再来搞啊 啊 当有脑的人生气的时候呢 你们就知道 你们的下场是什么啊 啊 好了 那么这样子报告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